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六月哈巴古书第三章十七到第十九节 翻到之后由我来诵读这三节的经文 哈巴古书第三章第十七节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 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不效力 田地不出粮食 圈中绝了羊 棚内也没有牛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 因救我的神喜乐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 又使我稳行在高处 这歌交于领长 用思选的乐器 今天我们要请从哈巴古书这一段的经文 来思想一个主题 我们要如何能够从我们生命当中的困境里头 学习 能够因神而欢喜 有一首福音歌曲 它在它的诗歌里面 它有一段的叙述 他叙述他的生命当中经历了一些的挑战跟困境 如同他的前面有一座大山 他怎么样也跨越不过去那个大山 当他要回家的时候 他又发现他的家门被锁 所以他面对一个前后都没有出路的一个状况 当下好像被抛到海边 抛到海里 快要被海浪冲走 他只能眼见这个海浪越来越大 离主越来越远 这时候他在主的面前对主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喊 他说主啊 你听到我的声音吗 为什么把我逼得走投无路 你能不能做一点事情 改变这个情况 如果你不做的话 至少你可以改变我 我想这首诗歌非常的有趣 这个作者他向主求一件事情 主倘若你什么都不做 但求你做一件事情 就是求你来改变我 就如同今天我们看的这一卷书卷的 这个作者哈巴古先知一样 在当时代他看到整个国家社会的败坏 他在神面前发出了他的疑问 然而他在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他的祷告被主改变 虽然环境没有任何的变化 他也看见他们的国家要被强敌所灭亡 他在主的面前对主说 主啊 为什么你不做一点事情 你为什么容让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陷入这样的一个败坏的光景 你让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来欺压这些穷人 为什么你不伸手来处罚他们 他在神面前发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呼喊 发出这样的不平之名 然后上帝回答他说 我有在做事 我要预备一群人 这群人要好好的来处罚犹太人 这群人是谁 这群人就是迦勒底人 哈巴古先知这时候心中又有一个更大的疑问 他问主说 主啊 你怎么可以用一个更坏更不公义的人来攻打我们 你应该用好人来打我们 然而我们的主却回答他说 这是我的权柄 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做 没有这么坏的人根本无法对付你们 要比你们更凶恶的人才能够来对付你们 然而至于这群人 我也会有我公义的作为 最终他们仍然要面对我的刑罚 我是宇宙的主宰 我掌管一切 但哈巴古先知他听到了这些以后 他改变了他原来的想法 他在上帝面前做了一个赞美的祷告 他对主说 如果你要用公义来审判我们 求你记得 求你保留一点点的慈悲 我知道你掌管一切 你要做任何的事情 我们无法阻挡 但是求你在公义当中有慈悲 所以我愿意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 这是让我们看到在整卷哈巴古书当中 这位先知的整个心境的改变 我们从这个书卷里面看到 在我们常处的环境里面 我们似乎也有这样的心境 我们会担忧非常多的事情 我们会对许多的事情 我们缺乏安全感 我们心中没有任何的喜乐 甚至我们处的环境 就如同哈巴古先知的环境一样 充满了败坏 我们看不见任何的盼望 哈巴古先知他愿在神的面前 将他心中一切的这些的忧虑 甚至这些的埋怨 带到主的面前 然而当他不断的对主发出了呼喊跟质疑 他经历了主如何的去改变 去回答他的疑问 再次的重建他对主的信心 以至于他带出了这样的祷告 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 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不效力 田地不出粮食 圈中绝了羊 棚内没有牛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 因救我的神欢喜 我们看见这不是一个美好的画面 我们看见这样的困难 这样的处境仍然的存在 然而因着先知的心境的改变 因着他更深的认识神 他用一个更高的一个眼光 去看待即将发生的事情 但也从当中看见上帝的作为跟恩典 所以今天我们要从哈巴谷先知 他的这一段的生命的过程跟经历 帮助我们来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信仰过程的一个属灵的功课 我们如何能够在一个 我们完全看不到任何盼望的处境 困境的当中 能够求神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眼光 在上帝的面前 我们能够真实的因着这样的眼光的改变 心境的转变 让我们能够真实的 以我们的神能够欢喜快乐 所以今天跟弟兄姐妹 我们就一同来学习 我们如何能够在极大的困境挑战当中 仍然能够因神而欢喜快乐 能够坦然的面对我们生命当中 一切的难处 绝续我要从三个部分 跟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思想 我们一起来学习 如何能够因神欢喜快乐 第一个 我们要真实能够因神欢喜 我们要能够勇敢的来到主的面前 坦然的将我们生命的疑问 带到主的面前 因着我们生命的疑问得到解答 帮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我们的神 所以我们在整个哈巴谷书里面 我们看到前面两章是先知对上帝的询问的这样的一段的内容 刚刚在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 我们也看到了上帝如何的去帮助哈巴谷先知 去回答他的心中的疑问 回答他心中对上帝的那一些的不满 那在这边第一个他问神说 神啊你难道没有看见整个国家社会的败坏 上帝回答他 我已经兴起了一个民族 要来做成这样的一个刑罚的工作 哈巴谷先知说 你怎么能够用邪恶的人来惩罚 那上帝回答他说 这是我的权柄 当然在当中真正重要的是 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见他一再的把他的疑问带到主的面前 他也经历神一次又一次的去解决他心中的疑惑 最后他以一个诗歌来结束他的信息 带出了盼望带出了喜乐 他能够这样子的来面对他所面对的疑惑 他能够在过程当中进而去赞美神 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上帝回答他的问题 显示了这位神是一位慈悲怜悯的神 他愿意回应人所有的疑问 第二个上帝提供了合理的答案 显示了这位神的智慧跟全能 我们看见哈巴谷先知在当中 他真实的在这个疑问解答的过程当中认识神 以至于他能够来赞美神 我们他都说我们要敬拜赞美神 然而当我们要真正敬拜神 我们必须要能够改善我们对上帝的敬拜跟赞美 我们要进一步的认识我们的神 当我们真正认识我们的神 我们就自然的知道怎么样来敬拜我们的神 所以当我们要真实的敬拜神 我们要对认识神的这件事情 我们要真实的付代价要下功夫 有一个作者叫格尼斯 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怀疑通往成熟信仰的途径》 他在整个书卷当中强调一个重点 他讲述基督徒在整个信仰的道路当中 难免会有许多的疑问 这些疑问他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的信心 然而当这些疑问得到解答 反倒是能够兼顾我们的信心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真的在教会 在这个信仰当中 我们看见许多的事 我们看见许多的人 我们心中真的会充满非常非常多的疑问 然而在今天我们看到哈巴谷先知 他的表现 帮助我们再次的能够了解 这些疑问是可以坦然来到主的面前 能够来寻求答案 能够来寻求上帝的心意 我们看见哈巴谷先知 他的疑问得到解答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真实的认识神 他再一次的恢复对神的信任 而在这个等待上帝的答案的过程当中 他也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 就是静候 多少时候我们在困难当中 我们的心没有办法安息 当我们看见环境不如我们的预期的时候 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焦虑跟不安 然而哈巴谷先知 当他真实的经历神 如何解答了他的问题 他学习在上帝的面前寂寞 在哈巴谷书的二章一节 这边讲到我要站在守望台 立在望楼上观看 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 我可用什么话向他溯源 我们看到哈巴谷先知 他站在城楼上 他并不是站岗 他也不是看敌人如何的领导 而是他愿意等候在神的面前 他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 就是聆听上帝的声音 我想这是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在神面前一个非常重要属灵的功课 现在的人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 我们就是过度的忙碌 我们甚至与神的关系的建立 我们往往也因着忙碌 我们牺牲了这样一个宝贵的时间 然而在这边 我们看见哈巴谷先知 他愿意在主的面前 他愿意付上这样的时间的代价 他学习来聆听神的声音 所以我们要学习 当我们在信仰过程当中 我们学习一个祷告的操练 我们不但是只是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陈述将我们一切的需要 带到神的面前祈求 我们还要学习在主的面前 安静等候 聆听主如何的来 对我们的心说话 神如何的来引导我们 然而这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 我们所要知道的一个依据 就是当我们在这个过程 聆听神的声音 神的声音必须跟神的话 就是跟圣经的真理是一致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例如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聆听到圣灵 来指出我们内在生命 一些隐藏的罪 也可能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来感谢我们的神 或许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能够记起一段 上帝曾经给我们的一段的 这个上帝的话语 帮助我们再次来激励我们 当我们愿意在神面前 摆上这样子的一个时间 带下能够聆听神的声音 带出这样的祷告 我真的相信我们可以跟神的关系 能够更加的紧密 能够像哈巴谷先知这样 能够以敬拜赞美在神的面前 能够带出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表现 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 当我们能够真实在困境当中 以神欢喜快乐 那是我们勇于将我们的疑问 带到神的面前 而在这个经历 疑问解答的过程当中 帮助我们更认识神 在这样一个更认识神的过程当中 能够来坚定 能够来帮助我们提升我们对神的信心 好让我们用一个更不一样的眼光 来面对我们所面对的挑战 所以在这第一点当中 我们学习一个属灵的功课 就是当我们遭遇到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 我们是可以来到神面前 带出我们的质疑 所以我们看见 哈巴谷先知一开始 他非常大胆的向神 发出如此的质疑 然而到最后 因着上帝的解答 他选择默然不语 质疑的信仰 也是我们信仰的一部分 例如约伯 他在整个困境的当中 他也说过一句话 他说我真要对全能神说话 我愿与神理论 然而在这质疑的过程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就是站在上帝真理的话语之上 我们寻求神对我们生命 对我们所面对的处境当中 我们来聆听 我们来寻求上帝 给我们生命的解答 所以第一个 我们能够在困境当中 欢喜快乐 乃是我们生命的疑问 得到解答 帮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神 结束第二个部分 我们一起来学习 如何在困境当中 因神欢喜 我们要学习 回顾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 过往的作为 当我们不断的去思想 在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 上帝是如何的引领我们 走过许多生命的路程 怎么样带领我们 走过我们生命的高山的低谷 怎么样在我们过去的困难的当中 显出他的大能和荣耀 能够借着过去这些的作为 再次的激励我们产生信心 能够继续的来信靠我们的主 所以我们看见 先知他祷告开始 他就想起了上帝的作为 我们看见在第三章的前半段的部分 他去回顾 上帝曾经在这个国家 在这个民族当中 他成就了多少奇妙荣耀的作为 所以在 曾经在诗篇44篇第一节 这边诗人也曾经讲到 他说神啊 你在古时 我们列祖的日子所行的事 我们亲耳听见了 我们的列祖也给我们述说过 所以我们看见这些在圣经当中 留给我们这样的榜样 这些信靠主的人 当他们在面对困境的当中 他们做一件事情 就是回想 回想神过去如何的引导我们 如何的恩待我们 祝福我们 这些能够帮助我们产生信心 来面对我们现在生命当中的困境 所以也在这个过程的当中 限制他对神产生的敬畏的感觉 因为他回想 上帝曾经在过去的这些历史的当中 曾经问他们成就了多少的奇妙的大事 例如第一个 我们看第三章的这个第一节到第16节的部分 他是一段回顾过去神 在以色列这个民族当中的一个 一些的历史的作为 我们看见上帝的荣耀 曾在西乃山显现 神如何的带领以色列百姓 在当中显出他的荣耀 也如何显出他的荣耀 击退那些攻击 以色列百姓的这些的仇敌 这是第一个 让他在回顾的过程当中 真实的思想到 神曾经如何在他们的当中 显出荣耀 在他们的当中 帮助他们击退他们生命的仇敌 然而不只是经历上帝这样的帮助跟作为 他也从这样的过程当中 看见这位神是一位审判的神 他也带来他们所害怕的审判 带来瘟疫跟热症 在三章五节讲到 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 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 所以他看见这位神是一位公义的神 这位神是必定刑罚罪恶的神 他必然兴起这些的方式 来刑罚那些作恶的人 不仅是对那些人 对先知的本身也是再次的提醒跟警告 再次的来认识这位神是一位公义的神 第三个 他从历史的回顾的当中 他也思想到上帝曾经如何的来惊动这个天地 让这些人 这些抵抗上帝的人 他们在当中经历了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公义 经历上帝这样的一个极大的作为 他们的惊恐 他们如何在上帝的面前降服 所以我们看哈巴谷先生在过程当中 他去回想 这位神不仅是过去形式的神 他过去的荣耀 他过去的作为 是今天他们在这样的困境当中 他们仍然可以去经历的 所以这是他在回想的过去的当中 思想到上帝荣耀的作为 以至于再次的帮助他带出了信心 不仅是带出了信心 更是对主带出了一个敬畏的态度 我们看见在今天的教会 似乎逐渐的失去了敬畏上帝的心 我常常在主日崇拜的时候 我会去观察弟兄姐妹 来到上帝的殿中的一些的表现 我不晓得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 我们是不是真的带着一个 我们要来敬拜一个荣耀的君王 一个荣耀的上帝 带着这样的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 还是我们先进来 我们先跟弟兄姐妹寒暄问暖 还是我们就坐在我们的座位上面 再划我们的手机 在今天的教会 我们必须要说 我们逐渐失去了敬畏上帝的心 今天的教会 我们欢喜唱欢喜快乐安慰 鼓励我们的诗歌 然而十字架受苦奉献宣教的诗歌 越来越少人来吟唱 今天的教会喜欢传讲 有娱乐性成功得胜的信息 然而那些所谓的牺牲悔改失败的信息 却越来越少在教会的讲台上听到 今天的教会去传福音 他们都告诉这些人相信耶稣 你们就能够得永生 得平安 得福乐 却很少提到 相信耶稣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 所以无形中我们逐渐失去了敬畏上帝的心 以至于我们没有带出一个敬畏的态度 在神的面前 没有带出一个能够讨神喜悦的一个生命的表现 所以第二个让我们看到 当哈巴谷先知在回顾过去的这些的历史 回顾上帝作为 他不仅是再次激励 再次的眺望起他心里面对神的信心 也是再一次的在神的面前 带出了敬畏神的心 看见这一位神是大而可畏的神 所以我们看见在这样的一个信息的当中 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功课 这也是哈巴谷先知在过程当中 他真实对神进一步的认识 他认识神是掌管历史主宰天地的主 所以我们了解我们的神掌管历史 掌管天地 掌管万物 掌管一切 所以在诗篇第二十九篇第十节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节经文 这也是常常在我们在困难 在这些困境当中 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盼望 这节经文讲到洪水泛滥之时 耶和华坐着为王 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 当我看到最后一句 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 常常让我的心带来了很大的安慰跟激励 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困境挑战都会过去 然而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能力 上帝的权柄 却是直到永永远远 弟兄姐妹 你对神真实有这样的信心吗 你真的相信神在你目前生命的挑战 跟困境的当中他仍然坐着为王吗 倘若我们真实的这样的相信 我们的口 我们的手 我们的思想意念 会带来极大的更新跟改变 我们的口会带出欢喜快乐的话语 我们的手会更加殷勤的来侍奉神 我们的思想意念会带出喜乐 带出平安 倘若你在面对你生命生活的难处 你仍然充满了埋怨 你充满了苦毒 你停下了继续跟随侍奉神的态度 我想表示我们在神的面前 还需要再一次更深的来认识我们的神 我们再次回顾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 再次激励我们带出信心 仰望神继续的来跟随神 所以我们能够在困境当中 能够因神欢喜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功课的学习 就是我们要回顾神过去 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 不关着思想 回顾 再次来眺望我们对上帝的信心 最后我们一起来看到 我们能够在困境当中 能够真实以我们的神欢喜快乐 乃是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真实的认识了上帝的怜悯 而让我们带出了真实的盼望 倘若我们只停留在上帝的公义 或许我们真的心里面只是带来的敬畏 甚至是惧怕 但是我们看见哈巴古先知 在这过程当中对神的认识 不仅是停留在神是公义的 我们要敬畏 最终他带出了他对神的盼望 因着他看见神是施恩怜悯的神 因着他看见神是施恩怜悯的神 以至于他能够在困境的当中 他能够依靠神能够得到平静安稳 所以当哈巴古先知看到这些之后 他向神说 神我知道一切都在你的掌管之下 你要是凭着公义来处罚我们 我们无处可逃 但盼望你能够留下你的慈爱 让我可以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 让我可以继续在你的面前来安静等候 在三章十六节这边讲到 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 犯静之名上来 在这里中文翻译我只可 但是英文的翻译是我可以 这边的意思是说 我知道上帝公义的作为是我逃不掉的 因为我们罪孽深重 受到这个刑罚的过程是我们一定会经历到的 唯有一个方式能够离开 就是要去经过 我想这很多时候跟我们所领受到的一些信息的教导 有很大的落差跟冲突 我们总是求神帮助我们脱离我们的困性 然而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当中 却让我们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思考 当我们要去要经过 要去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一个过程 唯一离开的方式就是我们要去经历 经历这样的困境经历过这样的挑战 这是我们要去经历的一个过程 所以到最终我们看见先知在神的面前 他安静等候 如同在诗篇46篇第10节这边讲到 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信心 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不会做出错误的判断 我们心里不再忧虑 虽然被神审判 我仍然紧紧的抓住神 直到神怜悯为止 所以我们看见先知在最终 从神的怜悯当中看到的盼望 以至于他能够在困境当中 仍然依靠神 让他的心里面能够真实的平静安稳 第二个 他真实的认识神的怜悯 而带出了盼望 让他能够在缺乏的当中 仍然能够因神欢喜快乐 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主题的经文 我们看见是一个完全缺乏的画面 似乎一切都失去了盼望 但是在这些苦难当中 先知仍然说我要依靠神 我知道神会拯救我 我仍然因他的救恩而快乐 因为从过去的历史 我看到这位神是信实 是伟大 是荣耀的神 从过程当中 我知道我的神是怜悯 我的神必然的拯救我 所以他因着这样子 虽然看见这样整个的环境的状况 是失去了盼望 然而他心里面仍然一生欢喜快乐 心里面仍然带出了盼望 所以我们看见如同保罗 他在困境的当中 他仍然对主是有盼望的 他神经对主说 他在软弱的过程当中 他经历神如何的激励他 神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 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来复辟我 甚至保罗在他的生命的过程经历当中 他都真实的经历 他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 所以最后哈巴谷先知就在神的面前 带出了这样一个充满喜乐盼望的赞美 在主的面前 能够带出这样一个信心的回应 然而他不只是停留在这个地方 作为师哥的结束 最后他看到了一个画面 最终他能够真实的安稳在高速 他不是带着这些的委屈 他不只是带着这些失去的盼望的心 而是他看到一个画面 在十九节讲到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他使我的脚快如母路的体 在高地上行走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害怕 我们不只是停留在我们对上帝的认识 我们不只是停留在这些理性上面的认识 我们能够真实的经历神 即使在困境当中 他能够帮助我们稳行在高处 他能够让我们的脚快如母路的体 能够让我们在高地上面行走 在诗篇第十八篇 诗人也曾经说到 耶和华我的力量啊 我爱你 他使我的脚像母路的体 又使我安稳在高处 这是他最终带出的一个信心的宣告 这是他必然的经历上帝的作为跟恩典 我们看见我们今天能够真实的以神欢喜 不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 带出怎么样的一个信心的祷告 而是因为我们真实的认识神 我们认识了上帝的威严 认识神的全能 认识神的公义 我们看见他必然对罪带出审判 然而他也是怜悯的神 至终在怜悯的当中 看见我们有盼望 看见我们有出路 因此他能够在这个环境 没有任何改变 看不见盼望的光景当中 仍然因神而欢喜快乐 弟兄姐妹 我们能够在困境当中欢喜快乐 是因着我们真实的认识神 我们要真实的认识神 乃是要从上帝的话语 能够真实的认识这位神 而不是利用一些的方式 不断的对我们的心带出宣告 而是真正从神的话语当中 真实的认识我们的神 我们看见先知在这过程当中 他从之前的疑问忧虑 带出了信心喜乐跟盼望 他看见他将来 他必能够安行在高处 他看见了这样一个充满盼望的画面 弟兄姐妹 你现在正处在一个 你认为没有盼望的光景当中吗 无论是面对你的身体的疾病 面对在你经济的困难 面对到你家庭的关系的张力 甚至在许多的人际关系上面的问题 求神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的信息 让学习如何能够真实一生 欢喜快乐 让我们有一个更高的眼光 即使看见现在的环境 没有盼望 但因着我们眼光注视在上帝 永恒不变的宝座上 我们带出了盼望信心 喜乐的来面对我们生命的难处 这是每一个基督徒 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信心的功课 求神真实的祝福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真实的经历这样的信息 经历神的信实 经历神的大能 我们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是使我们有盼望的神 主啊 求你再次提升我们的眼光 提升到主 你自己永恒不变的宝座 让我们看见 即使在洪水泛滥之时 你仍做的为王 主啊 因着这样的盼望 我们的心就欢喜 我们的灵就快乐 主 我们心里面带着盼望喜乐 继续面对我们生命的挑战 在当中经历神的大能 经历得胜 能够再次带出 我们在神面前 真实的敬拜跟赞美 求你神祝福我们在座 每一位弟兄姐妹 特别在困难困境当中的弟兄姐妹 让他们能够真实的 因着信靠你 经历生命的得胜 能够再次在你的面前 发出赞美的诗歌 谢谢主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美的诗歌